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我是Vicky 康英文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今晚欧美股市的收市情况 纽约股市上升 科技股继续跑迎传统股份 道奇斯指数收市报27739点 升46点 纳斯达克指数报11264点 升118点 升幅油1.06 再创收市新高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85点 升10点 个股方面 亚马逊 苹果公司和微软做好 抵消经济数据欠理想对美股的影响 三只股份分别升超过1%至2%收市 另外应特已公布100亿美元股份回购计划 带动股价高收1.7% 接着看港股美国预托证券的表现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教本港收市个别发展 汇控ADR报33.02 升0.09% 中移动报57.92 跌0.56% 中联通报6.15 升0.91% 中人秀报18.97 跌0.89% 中海邮报8.99 升0.06% 中石化报3.5 跌0.26% 中石油报2.69 跌0.41% 接着看欧洲股市表现 欧洲主要股市下跌 抗业和银行股拖累 伦敦富士指数收市报6,013 跌98 跌幅1.61%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报12,830 跌147 点 巴黎剂指数报4,911 跌65 点 看看商品期货表现 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美国上周新申令失业援助人数上升 反映经济复苏缓慢 纽约旗油收市报每桶42.58 美元 跌35 美元跌幅0.8% 布兰特旗油收市报每桶44.9 美元 跌47 美元跌幅1% 外点报道 部分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 及其他产油国需要额外减产每日231万桶 抵上近期超额原油供应 接下来看金价 纽约旗金跌超过1% 但现货金反弹 投资者关注 美国新申令失业援助人数再度突破100万人 以及联储局会议记录 重新对经济复苏的忧虑 纽约旗金收市报每桶1,946.5 美元 跌1.2% 现货金在1,943 美元附近 看美元汇格 美元汇格回软 美股上升 美元避险需求减弱 美国上周新申令失业援助人数增加至116万人 多过市场预期 为美元带来部分支持 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.7502 日元105.73 欧元1.1871 英镑1.3223 瑞士花囊0.9069 嫁元1.3170 欧元0.7203 欧元0.6536 美国国负债券息率表现 10年期债券息率报0.66 30年期债券息率报1.39 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最新报24922点 升129点 国企指数升43点 报10199点 带斯成交73亿 今天的环节就差不多 回到其他直播节目 转去见